要買漂亮的水果,當然是去油麻地果欄 新鮮得來又多選擇 不過有沒有想過其實有一些沒那麼漂亮的水果 可能因為樣子而沒有人買,就要被棄置 但其實他們一樣好吃 青BB環保創意團隊 最新推出本地元素環保體驗活動 果欄中對話 在油麻地果欄回收這些水果 參加者再製作水果餐給自己 不過團隊創辦人Jayford就說 回收水果方面非常困難 因為如果你看到油麻地果欄 他們的水果是很漂亮,每一間都很漂亮 是很漂亮的 他們不會讓人知道他們的水果是不漂亮的 所以在過程裏面是要不斷嘗試 好像三股草腦一樣去做才做到這件事出來 我記得我們最初在油麻地果欄第一次去的時候 我們問有沒有一些沒那麼漂亮的水果 可以讓我們做一些教養 他們就說沒有 即是他們一開始就 很多工程都拒絕了我們這個極要情 幸好他們告訴商戶 去做環保教育 互相信任之後 他們可以去後舖選一些盛食水果 體驗活動果欄中對話 有三個部分 包括用回收橙做漸層果汁 我們其實回收的最多就是橙 因為我們看到一箱一箱 叫做沒那麼漂亮的橙其實都是非常漂亮的 我們試過味道是很甜 就是翻譯中甜過很多不同的連鎖的商店 其次可能就是一些蘋果和梨 但是蘋果和梨就不能放太久 所以我們就要製成一些果乾 讓大家去做一些不同的裝飾 這樣去做一個水果餐給自己 好嗎 好嗎